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0股指呢也是大幅上涨超过1% 澳洲200指数呢是站在了7150点上方 数字货币呢也是相应的上涨 REPO和以太坊呢分别也是上涨超过了10% 继续走高 周末的时候呢狗狗币价格暴跌 但是呢丝毫不影响大家对数字货币短期的投资热情 黄金价格呢也在上周五非农数据的助攻之下 最高是涨到了1840美金 目前呢依旧是站在1820美金上方 如果站稳1800美金之后 我们依旧是中长期看涨黄金一直到年底 但是黄金价格受美元的影响比较大 最近呢非农数据 大家对美联储加息运气推迟之后 那么美元可能会继续在短期走入非美 货币队继续一路高歌猛进 尤其是欧元已经创出了近期的小的高点 那么澳元呢依旧是受澳联储以及澳洲政府在对外出口贸易上的影响 冲破0.8的概率比较大 但是呢英镑和欧元继续上空的概率呢比澳元要高一些 所以说呢如果是大家要做多非美货币队的话 欧元和英镑是首要考虑的两个货币队 那么如果是要做空非美货币队呢 澳元和新西兰的纽币是两个主要货币队 目前是相对其他国家比较弱势 那么中美中澳关系呢 现在依旧是处在紧张的态势 尤其是中澳 上周我们也看到了中国政府呢 继续对澳洲的经济或者是铁房石 想其他的应对措施 想有没有可以替代澳洲进入铁房石的方法 降低对澳洲铁房石出口的依赖 那么澳大利亚呢 也是上市公司里面有很多 跟中国业务相关比较紧密 或者是依赖于中国市场的一些公司股票 包括AR奶粉A2M 这个股票代码是我们澳大利亚上市的ARMILK奶粉股票 那么今天呢开盘下跌了超过10%股价呢 也是从此前的高点15到16块钱下跌到了 现在只剩下零头的6块钱 所以说呢 对于很多华人投资者呢 在这只股票上损失是比较惨重的 所以说呢 我们之前给大家提示到的 就是跟中国有关的一些商品类的股票 尽量不要碰 风险还是相对比较高的 对于政治风险 对影响到经济股票上面的投资 这个影响是不可逆的 并且呢是短期没有办法逆转的 我们都知道中澳关系现在比较僵持 在短期谁也不愿意先妥协或者是先让步 那么双方在紧张的局势持续一段时间呢 会极大的影响澳大利亚商品在中国的出口 那么现在连铁光石中国政府都是希望能够找到相应的其他的替代策略 因为铁光石的价格也是一路高涨 所以说呢其他的商品像奶粉 像小麦像牛肉像一些农产品 或者是水果海鲜生鲜等产品呢 受到的打击就更加严重了 所以说对于短期三到六个月的时间周期来看 A2奶粉的股价是否是真的到底了 我们目前呢也没有办法很好地评估出来 从技术图形上来看的话 大家要记得之前戴若顾比先生曾经讲到过的 在股票投资领域我们依旧是要顺势而为 除非是出现了非常明确的倒数线法则的买入点 那么在中长线依旧处于下跌趋势中的股票呢 我们如果是要抄底大家一定要慎重 目前呢有几只我们此前提到过的 但是表现比较差劲的除了A2奶粉之后呢 还有APX以及呢AMP两只公司的股票 当然了我们依旧是对投资者呢 极非常明显的提示啊 就是从K线图上来看的话 如果是一个公司的股票 在短期技术图形的移动平均线 一直是被中长期压得死死的 那么就证明短期的力量 依旧是空头占据主导地位 所以说呢抄底一定要慎重啊 那么之前如果大家要对抄底的代入顾比 倒数线法则还有不太了解的朋友呢 欢迎和我们去得联系 大家再重新温习一下 那么到底在何时啊 什么样的价位进场抄底 才是相对比较客观的 比较理性的 也是风险比较低的 另外呢我们要注意一下 非农数据意外带来的 其他行业的分支领域上的区别 像现在的酒店行业 已经开始付租了 线下的赌场行业 这个就业人数啊 已经上升的速度比预期还要快 所以说呢在周一开盘之后 CROM的股价呢也是一路高歌猛进 那CROM和澳洲悉尼的STAR 那么这两家呢 公司作为线下娱乐业 比较靠前的龙头企业 相信在最近三到六个月 股价表现应该还是会不错的 那么刚刚啊基本上提到了 黄金啊外汇和一些行业类的股票 那么如果是大家想要获得更多的金融资讯 欢迎和我们取得联系啊 屏幕下方有我们小助手和微信联系方式啊 欢迎大家随时和我们沟通 再次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